圣经和中华文化艺术节 提升公众对圣经与中华文化融会的了解 新加坡圣经公会自2017年起 在每年的9月举办圣经与中华文化艺术节 今年已经是第五年了 追溯历史 新加坡的圣经宣教正是从中文开始的 早在1823年 马里顺牧师通过英国及海外圣经公会 向新加坡早期居民分发了1000本中文新月圣经 标志着本地圣经宣教事工的开始 今年新加坡圣经公会欢庆成立184周年 我们很高兴能够追本溯源 让华文文化和艺术传递上帝的道 在此我要感谢李中高牧师的带领 统筹 华文事工委员会主席 洪茂祥牧师和团队的协助推动 让艺术节书展顺利举办 本届书画艺术展 共吸引了50多位基督徒艺术家 及爱好者踊跃创作 并提交100余副作品 其中约90副获选在线上展览 非常感谢他们的付出与贡献 我们也要特别感谢热灵学院的 李福光老师和孔德金老师 以及书法老师陈思平老师 他们自第一届艺术节起 就组织并指导众多弟兄姐妹和学院参展 感谢你们的参与和支持 期望艺术节让更多人了解 华族艺术和基督教与中华文化 知晓上帝的话语 同时也为圣经宣教尽一份勉励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